他人有試著改變自己 那個人家覺得臉很臭的方法嗎 有啊 我改成現在這樣子 妳是怎麼改的 因為妳說妳自己的臉更臭 我剛出道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就是 那時候就是很容易放鬆 就是我只要 譬如說工作人員主持的時候 我是笑笑笑 但是我一咔的時候 我就是這樣 就這樣放空 然後一放空的時候 我的工作人員就說 你要笑 你要常常笑 你不笑真的看起來很兇 你笑 你笑 然後他就一直不停叫我笑 不管是我上廁所的時候要笑 然後我吃飯的時候要笑 反正他只要看到我 就是要我笑 然後我就想說 我怎麼可能24小時笑 可是他沒有跟我講說 就是你當藝人嗎 你不要讓人家覺得你不清潑 你上廁所都沒人看得見 他就肯定會遇到粉絲 或遇到觀眾這樣子 然後反正他們就希望 妳說大便的時候嗎 我在大便耶 沒有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希望我就是可以 練習我的臉部的表情 因為你知道我看過一篇報道 就是有個六十歲的女生 他呢 六十歲 臉部完全沒有皺紋 為什麼 因為他從來不笑 那不是很好笑 小小邏輯 小小不是說他臉臭 是因為要省那個表情 就是因為我們這樣笑 臉的那個肌肉啊 那個皺紋都會被牽動 所以但是我想說 那我要怎麼笑 就是可以笑到那個 看起來就是很可愛 然後又沒有 又沒有沙山粒 但是又不會讓我的臉上 有皺紋什麼 所以我就常常真的練 然後後來練到 我就不可能嗎 你不可能 不可能笑成這樣子 然後還沒有什麼法令文或餘尾文 但是我後來呢 其實就有發現一個好法寶 什麼 對 就是他可以讓我呢 現在可以盡情的笑 快去介紹給大家 就是我手上這罐 他叫做法國女人唷 他其實非常紅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是法國的 巴黎時裝週指定的包樣品 我相信大家都有聽過他 而且其實就是這幾年呢 其實從不管是歐美或是日韓 他們都非常的推崇 就是以油養膚這個概念 其實就是呢 很流行 對 很流行 就是用油呢 他把我們的那個皮膚的油水平衡 分離之後呢 他就可以讓我們就是有補水啊 或是就是保養 會有滋潤的效果這樣子 然後呢 這一瓶呢 我覺得他很厲害的原因 是因為他在裡面有一個成分 那個成分呢 他其實就是 聽說是叫做 二十一世紀 最珍惜的保養成分 他是來自法國的 他叫做 海迴香萃取 對 你們看那個法國女人 他們可能 平常就是 他們的地理環境氣候很乾燥 可是你看他們的那個皮膚 都非常的細緻 對 為什麼就是這個 對 為什麼 我們去巴黎看到的女生 每個都是很細緻 這海迴香到底是什麼 那麼厲害 你知道海迴香呢 就是聽說最早是在 十九世紀的時候呢 就有那個法國那個水手 他們出航的時候 他們就發現了這個植物 然後呢 他們就把這個植物搗碎 搗碎之後呢 就鋪在他們那個曬傷啊 或是肌膚有受損的地方 然後他們發現 這個修護力非常地強大 然後其實 那個水手們都一起用 對 然後每個 對 法國水手 皮膚都超嫩 超鑽的皮膚 對 因為 因為海迴香 它其實就是長在這種 很嚴峻的地理環境下 所以呢 它自己呢 就衍生出了很強大的 修護能力跟保水的能力 然後呢 它是有被收入在那個 法國的藥點當中的 一個藥槽 所以它是很厲害的 一個成分這樣 可是這個油 不會讓臉很有油光嗎 不會 太油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一般我們聽到 油就是 放上去之後 你可能它會說 長痘痘啊 或者是 橘色毛孔什麼的 太heavy了 我跟你講 它就是有一個很厲害的技術 那個技術叫做 微分子等壓滲透技術 它就是把我們這個精華油 變成小分子的油 那小分子的油 之後你就可以很好的 吸收在你的皮膚的這個裡面 所以它就不會有那種 什麼阻塞毛孔之類的問題 對 但是它真的吸收 完全沒有 對 完全不會有油亮亮的 不膩 我現在上手給你們看 這樣子 你看像這樣子 一滴這樣子 然後呢 我就這樣邊講話 然後呢 邊這樣子 輕輕的這樣推開來 你看它非常的絲滑 它就是因為是小分子的技術 已經吸收了耶 對 它吸收很快 它是油喔 對 這麼厲害 它很滋潤 但是它不黏 因為它很清爽 最像它的質地 就是因為是小分子的 所以它就很輕盈 這瓶法國女人油 最讓我驚豔就是 它是滿滿的精華油 裡面一滴水都沒有加 所以它會讓我們就擦起來 充滿了滋潤感 像是海茴香的那個萃取啊 大西洋的藻類 還有呢 摩洛哥堅果油 都在裡面 還有很多的成分 你看像這樣子 這樣它就已經吸收進去了 而且很亮耶 對 你們是不是會覺得說 這是不是很油 這樣看起來是油油亮亮對不對 測試給你們看 噔噔噔噔噔 這些有面子 然後你就這樣子 你看喔 這樣子輕輕這樣子 敞上去 噔噔 有沒有看到 真的耶 真的沒有油耶 對 因為我剛擦 然後就這樣吸 它是基本上 它是不油的 哇 你知道它就是 因為小分子的關係 它已經跟我那個皮脂膜融合在一起 它變成了一個就是保護膜 然後保護我們的肌膚 然後讓我們的水分都可以 存在裡面 對 所以你說 你在笑起來 臉上沒有紋路 都是靠這一罐嗎 對 你在臉上 你就是長期的這樣子擦 你看像我現在直接擦在臉上 給你們看 哇 而且妳素顏了 對 我素顏了 妳皮膚很好耶 有啦 我有上口紅 就這樣子輕輕的 就這樣子按摩 其實你知道我們按摩的時候 有些人會很大力的拉扯到皮膚 其實不要 就輕輕的 然後由內往外 由內往外 由內往外 這樣子 然後這邊也是這樣 由內往外 兩邊都是這樣子 然後就是慢慢的按摩它 然後讓它吸收在裡面這樣子 我平常以前換季的時候 會很容易泛孔啊 脫屑啊 這種的 現在都不會有這個問題 還有修護的那個 對 它會讓我們的肌膚變得很穩定 像這樣子的保養 它上妝前是可以用的嗎 上妝前可以用 我跟你講我平常就是這樣子擦完之後對不對 這樣擦擦擦擦 擦完 擦完臉之後吸收 然後吸收完 你看看臉這樣子 非常亮 很亮耶 對 然後呢 手上就會有點殘留的 然後呢 我就會拿來 頭髮也可以用 因為這一瓶 變無法油嗎 對 這瓶可以用 對 馬上看起來順 這一瓶是真的是 從頭到腳 全身都可以使用 然後包括頭髮 我就這樣子 輕輕的 輕輕的這樣子 你看它就太油了 對 它其實吸收得很快 然後你看喔 我一條一條 超明顯的 超多 那邊很順 然後就變毛髒 然後還有剛剛講到上妝 像是如果有時候可能冬天 你的皮膚會比較乾燥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拿這個油 然後跟你的粉底混在一起 然後直接上上去 然後就會幫你持妝 對很服貼 然後而且你這一整天都幾乎不會脫妝這樣 哇好厲害喔 很亮耶 這皮膚真的很亮耶 對不對 像這樣很亮 所以呢 我覺得我們這些臭臉的人呢 更應該要有這瓶法國女人有好好的寵愛自己 分享給大家 很讚耶 謝謝你的分享 謝謝 接下來呢 這邊有五項他們最常遇到的困擾 我們直接給大家看 看你們是遇到哪一個 常被誤會臭爪怕得罪 真的 然後容易被我嚇到 對 喜怒哀樂一個樣 對 對啦 幫 請人家幫忙 像你仔細時 以為我在瞪 但其實都是我被瞪 來來來 哪一個是真的心有欺騙 我們該公表吧 茵茵怎麼了 嘆了一口氣 沒有權重 因為其實 我覺得我那時候被定型 其實是S姐的關係 那時候是在康熙來了 我已經長得比較成熟了 然後大家一開始經過說 你真的是大學生嗎 會這樣子質疑我們 然後變成要轉去藝人的時候 S姐那時候在節目上 就直接問我說 就是 你是做會計的啊 你長得像會計 你說會計臉這樣 然後那個之後 大概有三年時間 很多人都在路上看到 我就說康熙超紅嘛 然後大學生的臉 又是接在康熙後面 然後就大家會連著看 就說你就是 你就是康熙的會計嘛 就是 所以那個背負了三年嗎 差不多三年 到現在還有人 就是很喜歡看抗戲的人 會把它截下來 就說那是當時的你嗎 因為那時候的妝容就是 比較厚是不是 很厚之外 就是大家很喜歡貼雙層睫毛 能多濃就多濃 然後下睫毛好像用畫的 就是畫得很明顯 然後那時候鼻影 一定要刷得很利 然後嘴唇一定要是那種 珠光的顏色 就是 真的蠻恐怖的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掉片子出來很可怕 對然後那時候的整個人就變得很 很老派 很老派 然後加上我臉就已經不是那種QQ的人了 所以就會變成讓他覺得我很像就是 你知道 很兇的會計 或者是上了年紀 他們通常會把我 那時候我才二十出頭歲 他會把我才 差不多二十八到三十 那個年紀 然後後來就是戴學生的美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們很喜歡上網 那時候PTT 那時候會很在意別人對你的看法 然後因為有時候 製作團隊會看說 今天誰在那邊被討論得很兇 然後下個禮拜就會發他特別多 所以你就很想要看大家對你的評價 然後通常他們不想直接 指名道歉罵我的話 他們就直接講說 那碟子的臉是在臭出來什麼 跳個舞有很厲害嗎 還好吧 那個什麼牙先去整一下吧 那個睫毛太多層了吧 就會各種批評 你知道嗎 光看文字還不知道有多狠 然後搭配你的臉我就知道 你很想 我覺得他們就是這樣子在罵我的 妹妹他們是沒表情的寫啊 沒有 他們沒有這樣 一定有 我決定有 怎麼可能會 打字還會有表情嗎 因為他們就會有很多什麼 驚嘆號啊 然後就是 以前就是那種 流行那種網路的符號 對 對 然後他罵你就算 他們會那種 績笑的那種 一講完說 哇長得也太 ís臉嘛 啊啊啊 就是這樣 言文字 對 言文字 原來那個撥浪是配這種 對 因為他會戰斗 因為打很長 比那個文字還要出來 對 他會戰斗這樣 所以我就對 你很會幫撥浪配 對啊 和配表情 自己解讀耶 對 這是我的問題 因為可能他只是很冷靜地 在罵你而已啊 對 也不是好事吧 也對 也不是好事 對啊 可是我覺得中華有個 最莫名其妙的 你去買衣服 然後被打 被人家說我為什麼要攻擊他 我為什麼在瞪他們 在台灣嗎 在日本 逛格的機會就是看... 老闆我想找黃色系列的東西 在哪裡 去囉 去囉就是用什麼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這個口氣跟我講 我是來問你的 就叫阿姊... 我就去阿姊看 看我之後他們就開始 在... 講你壞話 對 然後我要去接 這樣之後門口就很多人 對 門口就位 叫人來了 對 叫人 你剛剛什麼態度 所以我客人什麼 我買東西什麼 我一直態度是什麼 他怎麼可以立刻 你知道都那麼多人 是我要問你 你那個 你自己還是去流氓店吧 我不知道反處 我常常遇到這種 對啊 去逛那個立刻 他如果門口突然來一堆人 我不知道怎麼辦 還是說你用日文講話 其實是很沒有禮貌的語氣 沒有用靜語 對 什麼啊 什麼 所以我們是小朋友啊 我們小朋友啊 所以如果 比如說你如果說 要有禮貌的時候 我可以看一下黃色部分的衣服嗎 就可能 請問一下 有禮貌嗎 那你當時 我來的時候 有禮貌嗎 沒有 你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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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的問題 都可以 那個時候就日本剛學會嘛 但是又想逛街嘛 很難轉換 就是我又年輕了 我就想往外面跑 就是我會的日文都講完了 對 以前我點賣張的 我只會五個單字就好了 什麼 去 他一定會有說 你要在哪裡吃 Coco 你要喝什麼 Cola 你要喝什麼 Cola 第幾 好 五個字 你現在日文 那裡流不流利啦 很流利啊 我有考那個日文檢定 到考到第幾 然後我那時候考 我考三幾圈 全日本有六萬個外國人 然後我考第一名 哇 我給我媽看我媽 人生第一次流淚 就是在那個時候 他從來不相信 我是不會讀書 看那個 很厲害耶 第一名 你第一名 我就說我會讀書吧 這什麼話 很厲害耶 因為你想要交到朋友 你不想在這個環境 被人家欺負 我也要趕快把語言學會 所以你現在都會用淨語了吧 對 我現在就是會 看了就是 這個時候我平時怎麼會講話 我這個時候點點就好 你不要跟他講 就學會了很多技能 就是做人的方式 就是因為小時候常常被誤會 讓我趕快去改這些 也是一個正面的故事 對啊 所以絲莎 你是不是常常會 請人家幫忙 很像 影史 氣史 就是有的時候我可能 譬如說像我之前就遇過 就是可能節目製作單位的人 可能我們到現場 他們就要跟我們對東西嘛 然後有一次 然後我助理就過來說 莎姐 你有在生氣嗎 我說沒有 怎麼 她說因為那個通告 她不敢過來 我說 通告不敢過來什麼 意思是她說 她想要跟你對內容 可是她以為你在生氣 所以那個通告就是問我助理說 我是不是心情不好 然後她確認過說 沒有這件事情 然後她才過來 然後我就很傻眼 那她跟妳對通告 是怎麼一直發抖 她就這樣 莎姐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可以對嗎 然後我說可以 請坐 然後我家坐的時候 然後她還傻眼 她說可以坐 然後我就說 對啊 然後我還幫她拉椅子 我說對 妹妹妳就坐這邊 我坐這邊這樣 然後我還先拉她坐下 我的經紀人就一直跟我說 妳就是要常常笑 妳看到人就要笑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這種臉笑起來 也滿詭異的 她說總比妳不笑好 然後我有件事就想說 好 那我來調整看看 我也笑看看 我想我覺得更可怕 對 妳是微笑還是哪一種 就是 就是會這樣 很尷尬 尬笑 真的 那可不可以微笑 不要露齒這樣 就也很尬 或妳眼神不要尷尬 感覺有點兇 妳這樣怎麼參加什麼派對 或者是代言什麼東西 那種有職業笑 對 那種有領錢的 都是這樣 有領錢就可以 職業笑 工作 這樣就OK了 就沒有尷尬 然後就OK 但好處就是真的 就是可以省下很多的困擾 如果今天真的不想社交的話 你就只要保持那個臉 對 就別人就不會過來了 OK 那聽完他們四位的故事之後 你們覺得誰真的是被冤枉的 當然是宗華 對啊 他簡直是在鬧 對 因為我就是 諧星嘛 現實了今天 宗華你今天在我們節目 就是徹底 變成一個諧星好不好 真的 真的嗎 經常我一直被誤會 其實我就是這樣子 你就是這樣的人嗎 所以你是這樣子 但是人家不會覺得 你又在演 你又在弄 沒有超自然的 我真的是這樣子 但是人家一直以為我是壞人 我就是壞人 沒有 我覺得你就是 但是我不是壞人 你就過自信 你的故事都很好笑 你好笑的 YES 我成功了嘛 今天 成功 我成功 改變了 抱走 抱走 我的故事超好聽的 真的 超好聽 今天這個最成功的事 就是挖什麼的一個 新的那個諧星 表演了 我們節目好不好 可以 再準備一些故事 不要是假的 好 好 照片 謝謝 什麼都留 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 不惜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 鈴鈴